美國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主席 陸軍上將馬克·米利的任期 將於9月底屆門 美國總統拜登星期四 5月24日將會提名 非洲裔空軍上將布朗接掌 軍方位階最高的職位 白宮通過聲明表示 總統將會在玫瑰圓舉行的儀式上 提名現任美國空軍參謀長 空軍上將布朗接替米利 布朗預計成為 已故陸軍上將 歐林巴威爾之後 第二位非洲裔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主席 今年61歲的布朗是職業飛行員 駕駛F-16戰機 有3000多小時的飛行時間 其中130小時在作戰狀態下進行 布朗曾經指揮過一個戰鬥機中隊 和兩個戰鬥機聯隊 以及隸屬美軍中央司令部 和美軍印太司令部的空軍部隊 布朗指揮太平洋空軍期間 領導美國在印太地區抗衡中國的空中戰略 中國當時迅速將南中國海倒序軍事化 並向關島附近派出軍炸機 測試打擊範圍 在面對中國步步進逼的挑戰時 網絡戰、太空、核武器 和高超音速武器等領域 特別受到美軍的重視 而布朗過去幾年 在擔任美國空軍最高將領期間 一直高度關注上述領域 確保美國空中武力現代化 能夠打贏21世紀的戰鬥 過去一年來 他一直被普遍視為接替米利的首要人選 布朗去年11月接受美國之音專訪時 曾經表示 美國軍隊如果要領先於中國和俄羅斯 就必須作出改變 布朗當時對美國之音說 我們曾經面臨的威脅 不是我們未來會遇到的威脅 這就是為何我們必須作出改變 目前五角大樓正在進行轉型 從為過去的地面戰爭做準備 轉變為壓了可能與北京發生的未來衝突 布朗的提名 估計仍然需要等上一段時間 才能夠獲得參議院的核准 共和黨籍參議員湯米·陶伯維爾 以反對國防部針對生育健康照護的政策為由 擱置了對約200名高階軍事人員的任命核准